各位同仁大家早 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我們今天要做的 進行的是這個國土計畫 審查國土計畫法這個修正案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列席的 官員 委員跟官員 我們從委員開始 我們現場的委員 有 來那個 湯慧珍湯委員 王美惠王委員 黃世傑你沒寫到 黃世傑黃委員 陳焦華陳委員 張啟露張委員 有我知道 鄭天才鄭委員 哇 這個所有的各黨各派都有到了 好 我們來介紹我們練習的官員 我們這個徐部長大概晚一點會到 然後 這個內政部的我們 花靖群花次長 早 營建署的吳新修吳署長 謝謝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那個林炳燻林組長 營建署的我們蔡玉滿蔡科長 我們管閉林管委員到場 內政部地政司的 王靖秀 王師長 原住民委員會 原住民委員會的 汪明輝 汪副主委 原住民委員會的 土地管理處的 杜張梅莊處長 今天海委會 還會來的是 莊慶達莊副主委 這個 海洋資源處的林群浩林科長 好 今天國發會也有派人來 這個因為也牽扯到國發會 國發會 國發會這個 國土區域里島發展處的 我們呂登元呂副處長 謝謝 我們行政院農委會企劃處的 王玉珍王副處長 行政院環保署綜合計畫處的 呂雅雯 李濟政 檢任濟政 在後面 經濟部 研究發展委員會的 劉毅蘭 劉專偉 在後面 交通部陸政司的 蔡舒斌 蔡專偉 教育部秘書處的 李啟光 李專偉 文化部 我們這個文化資源師的 洪四方洪師長 這個我們金門人 衛生福利部 醫事師的 劉毅金 劉專偉 劉專門委員 法務部的張春輝 張三世 張三世有常來齁 以上這些 列席的官員齁 還有三件齁 報告委員會齁 現在還有 我們還有三件新增的議案 沒有做提案說明 這個國子計畫法 我們就先請這三 三件議案這個請 幾位委員齁還有黨團先說明齁 分別有這個 曾天才委員 國民黨團齁還有林一華委員齁 然後請我們請這個政委員 先幫我們做一下他的提案說明 好 謝謝 好 主席 各位委員 還有我們內政部 以及各部會的官員 這次國土計畫法的修正 我特別提出這個 第七條的條文 第七條的條文最主要就是 全國國土計畫審議會 還有直轄市 縣市的這個國土計畫的審議 審議的部門 我特別增加這個最後一項 就是前兩項 也就是無論是全國的 或是地方的 相關的審議的事項 涉及到原住民族土地 部落 或者是部落範圍一定的土地的 就應該要有原住民族的代表 這個是主要的一個修正的之一 另外就是有關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因為它是針對這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劃定 國土富裕促進地區 國土富裕促進地區 那國土富裕促進地區 現行的條文 對於誰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並沒有明確的來規定 反而到最後一項的時候 如果沒有辦法確認 就做倒數第二項 沒有辦法確認的時候 還要由內政部中央主管機關 去報行政院 就是最後一項 還要報行政院去核定 所以我在第一項的部分 我直接就明定 這個國土富裕促進地區的劃定 直接就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統這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開始就把它確定 由內政部先認定可能是誰 如果他有意見 再報行政院去核定都可以 這是一個部分 包括那個辦法 所要定的相關的這些辦法 也應該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定定 而不是只是由中央主管機關 自己的來決定 因為這個國土 國土富裕促進地區 基本上會大部分 會牽涉到原住民族的部落 所以我在 針對的最後一項 所以這個部分 第一項國土富裕促進地區 一直劃定涉及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者 應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同意 此得劃設 這個是一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第四十五條的部分 第四十五條 國民黨的檔板 沒有 不是四十五條 四十五條的部分 本席對於今天 可能主要就是這個部分 因為涉及到地方政府的進度 有需要去再延長這個時間 我特別修正為三年 那林毅華委員的部分 等一下看他會不會來說明 那國民黨黨團的部分 第四十五條也是一樣 就是要以三年 這一個期限 基本上就是這些條以上 好謝謝我們政天財政委 那剛剛也把 國民黨團的部分 跟那個林毅華委員部分 一併說明了 好 那我們請內政部 跟我們報告一下 這個花次長 麻煩謝謝 好主席各位委員 女士先生 感謝各位委員 對於前次會議 對國土計畫法和國土計畫 相關業務的關注和指導 今天貴委員會召開 會議審查國土計畫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提案一共有八案 本部應邀前來報告 並備詢深感榮幸 有關本次會議 包括民眾黨團 林淑芬等十六名委員 時代力量黨團 民主進步黨黨團 鄭天才等十九名委員 中國國民黨黨黨團 以及另一化等二十三名委員 均提出國土計畫法 相關條文的修正草案 本部表示敬佩與感謝 針對行政院送大院審查條文內容 本部立場說明如下 一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本部考量各界意見 多數委員共識 不處理該修正條文 本部尊重委會委員會 審查結論 二 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有關辦理期限部分 經參考各黨團提案內容 並評估本部及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作業能量 本部認為有延長這必要 並支持應明定期限 本部希望的方向是 縣市國土計畫能夠延長一年 功能分區圖能夠延長兩年 三 至本次行政院提案修正 至第722、24、35、39、47等六條文 軍系考量實務作業需求 建議仍以行政院提案內容進行討論 再次感謝各黨團及各委員 對於本部以及國土計畫 相關業務的指教意見 國土計畫為本部重要政策 本部將與直轄市縣市政府 共同審慎面對 以專業及嚴謹態度 研擬及審議計畫內容 並將充分践行資訊公開原則 以追求國家永續發展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謝謝我們花次長 那個其他機關有沒有補充說明的 今天來了很多機關 沒有齁 好 那報告委員會齁 這個 因為上一次我們這個國土計畫法齁 已經巡答結束 那我們現在開始就 就這個法案做這個 逐條這個修正的這個審查齁 那請這個 宣讀齁 國土計畫法所有修正草案的條文 對照表行政院提案第七條 於第二項的第四款前段及這個文字修正為頓號 然後在資源地區的後面有增訂文字內容為 集第24條第三項但書規定等文字 然後增訂第五款文字內容為五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造地施工計畫之審議 然後第三項有增訂第三款文字內容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造地施工計畫之審議 然後其餘文字 軍統線型條文 委員政天才等十九人提案第七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軍統行政院提案 然後增訂第四項文字內容為前二項審議事項 涉及原住民族土地部落及部落周邊一定範圍者 應有原住民族代表一人 行政院提案第十五條 於第三項有增訂第四款文字內容為 進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原第四款以及第五款第五款 第一為第五款以及第六款 然後第四項的聚首有修正文字 文字內容為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其文字軍統線型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十五條 於第三項的序文墨據 增訂文字內容為報經各該管 國土計畫審議會議通過後 報警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合定後等文字 然後增訂第四項文字內容為前項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之四項 得事實檢討變更事由之任應程序 以及政府為新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 或公用事業計畫之性質與規模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 原第四項第一為第五項 並將聚首修正為第三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其餘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二條 於第一項的這個末段有刪除文字 刪除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合定後公告等文字 第二項的墨據增訂文字 文字內容為並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合定後公告 第三項的前段分區圖等文字的後面有增訂與使用地等文字 其餘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二十二條 於第三項的前段分區圖的後面增訂與使用地等文字 其餘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四條 於第四項 將前段第三項等文字修正為前項 以及在墨據的這邊有增訂文字 內容為免醫第25條及第27條 舉辦公開展覽 公聽會及變更使用計畫內容公告周知規定辦理 其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而於第四項的墨據 徵訂辦書文字內容為 但人因醫第27條規定公告周知 其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五條 除第二項的墨據 定資的部分修正為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其餘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委員政天才等十九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於第一項 下列地區等文字的後面有增訂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等文字 然後第二項的這個墨據 關於定資的部分也做修正 修正為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資 然後增訂第四項 文字內容為 第一項國土富裕促進地區之劃定 涉及援助民族土地或部落 則應經中央援助民族主管機關同意 使得劃定 其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九條 除第二項 將後段不論兩個文字修正為不問外 其餘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實在地上黨團提案第四十二條 除於後段 其認定標準等文字增訂 與審議程序規範外 其餘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行政院提案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同線型條文 第二項 前段以及後段的兩年均修正為一定期限 然後其餘文字也有做修正 修正後第二項的文字內容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一定期限內完成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擬定 及審議作業 依中央主管機關 然後第三項同線型條文 增訂第四項文字內容為 第二項一定期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實在力量黨團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同線型條文 第二項的後段兩年修正為四年 然後國土計畫 中斷國土計畫等文字的後面 修正為 再來 其餘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民進黨黨團提案第四十五條 除第二項的前段兩年修正為三年 以及後段的兩年修正為四年外 其餘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四十五條 除第二項的前段以及後段兩年 均修正為三年外 其餘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為林淑芬等十六人提案第四十五條 除第二項的前段以及後段的兩年 分別修正為三年六年 然後並將直轄市縣市等文字修正為全國外 其餘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委員鄭天才等十九人提案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同線型條文 第二項前後段的兩年均修正為三年 然後其餘文字也有做修正 修正後第二項文字內容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三年內完成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理定 及審議作業 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 並離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三年內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畫設作業 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 然後第三項同線型條文 委員林毅華等二十三人提案第四十五條 除徵定第三項外 其餘文字均同線型條文 然後第三項的文字內容為 前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公告十四支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圖 若卻有特殊情形 未能一線公告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延長 延長至多以一年為限 第四十七條的部分 行政院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民進黨黨團提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委員林淑芬等十六人提案 委員鄭天才等十九人提案 均增定第二項 文字內容均為本法修正條文字公佈日施行 繼續宣讀委員陳玉珍等世人所提修正動議編號一 第七條在最末末末段這邊有徵定一項文字內容為前項國土計畫審查會 委員任期二年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三分之二 行政院所設置國土計畫審查會其組織歸程人數等由行政院擬定後發布之 中央主管機關所設置國土計畫審查會其組織歸程人數等由內政院擬定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直轄市主管機關所設置國土計畫審查會其組織歸程人數等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擬定 報請全責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縣市主管機關所設置國土計畫審查會其組織歸程人數等由縣市主管機關擬定 報請全責機關核定後發布之宣讀完畢 我們這個幕僚做得很好為讓大家了解今天要修正的這個法條有12345678有9條齁 那我們整理了一下我們請那個那個幕僚先發下去跟每位委員 他有整理出所有每一個黨團或是每一位委員的這個提案齁 然後這樣大家這個對照表大家這樣看起來就會比較這個有效率齁 那我們現在開始進行協商齁 大家手上都有看到齁 這個條文對照表齁 再加上條文對照表的這個這個整理齁 因為總共有八個版本齁 那我們就一條一條齁 從這個按照這個行政院的這個提案來一條一條來討論齁 大家手上都有資料齁 好 那麼從第七條開始齁 第七條有有三個這個提案的版本齁 有行政院的我們政天才委員還有林毅華委員的齁 從第七條開始齁 好 大家大家討論一下齁 看一下齁 行政院還有政委員 林委員 林毅華的是修正動議的那一條齁 好 這個我們先看行政院的這個 行政院版的齁 左邊第一欄裡頭 各位委員有什麼那個看法 那個主席 是 我覺得第七條啊 其實各版本跟行政院版本都差不多啦 只是有一個 我說第七條 現在不是第七條嗎 對對 第七條 各個版本跟行政院都差不多啦 只有差一個在那個原住民族土地 部落跟周邊一定範圍者 因為有原住民族代表一人 只有差在這邊啦 看一下齁 前面都一樣第二項第三項 淡書施工 就是政委員這邊就加一個原住民的嘛 是這樣嗎 對 只有差在這邊啦 然後 我是覺得說這個是不是 其實 這個行政那個原住民族基本法裡面 應該有相關規定了吧 有沒有 還有林毅華這個 等一下你先講這個 這個是涉及到審議會了 就是審查的成員在基本法裡面沒有提啦 基本法沒有規定 所以這個部分是 這個內政部這邊怎麼 行政院內政部嘛 這邊怎麼看 他增加了 有沒有看到嗎 政委員 好 我說明一下 謝謝 就是有關原住民的部分 大概第七條 大家都有提到是大概涉及到審議會的部分 不過我說明一下 因為過去的都計法 區域計畫法 他們大概都只有 就是說要行政院定 這一個相關的這個組織 但並沒有去寫具體的這一個人數 或是這個比例的問題 那這 但是在定國獨計畫法的時候 當時的人事總處跟法規會 就已經有很明白的表示 國獨計畫法是作用法 它不是組織法 所以才會當時要我們在這裡面是不可以提 但是我們在行政院自己就會去定 所以才會跟各位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是當時的 為什麼在國獨計畫法裡面不會去提到 所謂審議會的相關的一個 所以這是 就是在就這整個法令的一個效力的部分 先跟各位委員說明 那所以像政委員 其實在之前在審查的時候 其實最早在審查其實也有提出來 那所以當時我先說明一下 當時的立法的一個背景是在這裡 那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原住民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大概都會在行政院 因為它涉及到有時候 它那個範圍很難界定 就是說它是不是單一的部落 或是幾個部落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它可能會涉及到不同族群之間 那到底是要有誰推派 那甚至是不是說 當時的也有被討論到 是不是只有原住民族 那其他的如果像客家族群 拼補族群是不是也有相當的權利 你這一些都當時被討論過 所以後來才覺得說 因為在這個母法裡面 它不是一個組織法 所以才當時是說 這個就都不再納入 所以在跟委員再說明 我們還是建議說這一點不要再 在這個第七條裡面是不需要 但是我們行政院還是會去定 也會注重各位委員 所在意的這個相關的一個族群的一個權利 好 謝謝我們署長 那原委會呢 原委會來說明一下 對曾這一條有什麼看法 我想我很了解鄭委員的這個提案 就是 雖然這個原住民法並沒有規定 不過 這個國土計劃有可能會改變 現有原住民地區或保留地 它基礎地的一個 一個土地使用的一個狀況嘛 所以這個原住民在我們的一些想法上 是應該要參與這個審議啦 不過剛剛我們這個 內政部引建署這邊的意見 我們是可以 因為它剛才的解釋 我們是可以了解 也就是說 這個可以在這個 這個另外的一個做法上 規定 規定上 我們可以另外再做一個規定 因為這個原住民 這些地區有可能涉及到不只一個族群 所以如果很明確地說 它只能夠代表藝人的話 這有可能也是 另外就是說涉及到的族群 也可能會造成這個不公平的這個情況 也就是說 營建署這邊可能會視情況會比較有彈性 這個 到時候 它可能涉及到兩個或三個 或者更多 可能需要有更多 不只一人的一個代表來參與審議啦 這個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政委員是不是 這樣子也是怎麼能接受 以上 我跟委員 我是不是再補充一下就好 我覺得政委員的意見 我覺得很好 但是我們是喔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我們在立法說明裡面把它說清楚 條文拿掉 立法說明把它說清楚 政委員的意見我覺得 對嘛 我們 好 都可以 用附帶決議也都可以 我們把它說明清楚就好了 政委員 你提的 好 我做一些說明 因為這個 經過這幾年的一個 公布實施之後 那我們發現 各縣市 所提報到 已經送到 內政部 的直轄市 縣市的國土計畫 確實是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國土計畫法相關的這些 原則 也沒有去注意到 各縣市 雖然各縣市的情況不一定一樣 但是 建地不足 是一個 共通的 共通的 在原鄉部落裡面 因為我們都是三坡地嘛 但是那個建幣率跟 跟那個都一樣 當然就 跟平地是一樣的 建幣率當然就很困難 這是長年的 所以也就 才會產生 現在都是違建 我們的部落都是違建 跟人家報告都是違建 所以 我們才會說希望能夠原住民來參與 因為以目前送到內政部的各縣市之下市 花蓮 台東 屏東不一樣 就沒有去 有的有注意到 有的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個部分 我才會提這樣的一個條文 希望這個 事實上現在作用法 這個署長 現在作用法都會是這樣定 我最早的那個像法律輔助基金會 所以法律輔助法 法律輔助法的董事要有一名原住民 是這樣 因為考慮到他特殊性 都會這樣做一個規定 這種案例很多 所以這個也不要太擔心 不要太擔心 中華民國憲法 像這個國家公園 這個內政部 你營建署主管的嘛 國家公園法 國家公園的委員會 委員呢 要有一席的原住民代表 所以這個部分 是位階的問題 所以這個 早期的那個更早的 更早都還注意到這個部分 所以何況是現在特別說明 這個那今天我們有法務部的代表來 要不要幫我們說一下 這個好像參試 這個定這個 在這個在法的位階上有沒有 有沒有不符合法律啊 就是說聽起來營建署是對這個沒有意見 但是不希望定在這個位階 是這樣嗎 營建署 對嗎 你們支持這個意見 但是不希望定在這裡啊 對 我也另外說明一下 事實上我們在這個鄉村區的劃定 其實大家原民會都知道 我們都有建行原機法的規定 在鄉村區在劃 整體規劃的時候 都如果只要涉及到原住民部落的部分 都一定是會邀請原住民代表 一起參與 所以這是實際上 是不是位階不足 或是實務上沒有這樣做 還是怎樣 我們是實務上一定會這樣做 所以才跟委員報告說 因為這個部分 原來在整個體力裡面就不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再去增加一個體力 那可能反而會讓後面 在一個行政院在訂定的時候 他在整個指引商來講 他的位階 有什麼困難嗎 我可以看體力 體力我們剛剛那個法務部來說好了 因為法務部是實施法律的定那個 張參是有來嗎 在體力上來講有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主席各位先生 那的確是在很多的法律上 他有訂定相關的一個審議委員會 那這審議委員他當然包括一些規定形式 可能說要一定的性別比例 或是說一定的這個族群 當然這個體力上是有這種規定 不過我們還是比較 要贊同這個營建署的這種作法 因為你這個 是不是說給他們一個更大的一個空間 就是說相關的這些 訂定的這個委員會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細節 因為這個細節 我想這個國土計畫去設計的範圍層面 是比較複雜的 可能不是單單可能原住民 剛才提到可能相關的一些不同的民族 那是不是說這個這個部分就是不要在法條上訂定 剛才盧委員所建議是不是訂一個說明 或是說這個一個臨時那個什麼 那個附帶決議也好 那是不是授權給營建署是說 針對一些國土計畫 他比較複雜的一些 一些的事項 給他們一個彈性去訂定一個相關的一個 能夠執行的一個辦法 不要在一個法律上訂定 謝謝 那個我們 曾委員 這個法務部這種案例很多 那個法例太多了 我這邊就不一列給了 你那種說明不太那個 我贊成 我同意了 不是贊成 我同意 這個 但是不是用附帶決議了 我們是不是就放在那個 立法說明裡面 修正的說明裡面 這個我是這樣想 我剛剛為什麼會說是用附帶決議 因為立法說明一般 他不是創新去談 去談本文裡面沒有的東西 因為立法說明他也是經三讀通過總統公告 某種程度就是說那個拘束力的程度 蠻相當於本文 這個等一下還是請你們 或者是部長或是次長說明一下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原住民的代表 他最主要是在那個 國土保育區的劃定的時候 要很尊重他們 那同樣的道理 那農業發展區呢 是不是要有農民代表 因為效果是一樣的 就是我一被劃定以後 那個人民的私有財產 就會受到幾乎絕對的限制 所以農民的處境 跟原住民的處境 在國土計畫法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我們說 好 你寫在立法說明裡面 你要有原住民的代表 那是不是也同時說 那你也要有農民的代表 所以就討論下去 討論下去就自私一分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說 用附帶決議 那如果說很難形成共識的話 我就建議說 那我們這一條就保留 再繼續協商好不好 他是說附帶決議 管委員醫師是放附帶決議 張委員醫師說放在立法說明 那我們時代力量 民眾黨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目的都一樣 就是說大家支持原住民的心 都是一樣的 時代力量這邊針對審議的部分 其實有公民參與是很重要的 尤其一些重大工程 涉及到環境的一些保育保護方面 所以時代力量本來是在第15條 是建議重大的那個建設要審議 那現在就是說是不是原民 是不是也要有代表 因為過往我的經驗就是很多 像水源區的保育啊 或者是一些法案是有原民的代表 或者是要經原住民同意之類的 那如果有原民的這個列入法條 那剛剛我是有聽到大家的意見 我想放在附帶決議是我的想法 附帶決議 剛剛醫師你們說附帶決議跟立法說明是一樣的 來 文字不一樣 等一下 那民眾黨這邊 是 基本上我們當然是支持就是相關的這些 不管是族群啊 或者像剛剛官委員談就是不同 就原住民我們支持 那另外當然其實相關的 我只是在想說這裡是不是有可能那種條文的文字變成 就是說在設立這個審議的這個過程中 應該把這種相關的 就是說他那個可能文字要更籠統一點點 就是他不是只是原住民 就是說跟他厲害相關的 對都要把他納入 就是我們的文字可以修成這樣子的意思 那這樣子是不是文字上我們做一個比較更籠統 就是說 就是跟這個相關的厲害的關係人 包括當然原住民這樣 客家主義的同胞 對 那然後環保農業 就是說 就這個一定要在這個審議會裡面 這樣子 對 對 那個 謝謝張委員 還有羅委員 就是說我們不名列去列舉 因為你列舉會掛一樓萬 而是用一種就是利害關係 那應該要諮商 或者是列習 或者是什麼 你們去寫文字好不好 報告主席我可不可以表達一下 市長 我想我們如果弄 我們寫在立法說明 我們可以角度上面是朝 例如相關領域的代表應該兼顧 這樣子的角度來做表達 而不要名列哪些類別 不曉得這樣委員可不可以同意 那如果同意的話 我們同仁就開始朝你文字 待會再給各位委員參考 好不好 這樣子就跟沒有提也是一樣 哈哈哈哈 那就用附帶決議 好那就用附帶決議 好附帶決議 我們用附帶決議 來處理 鄭委員再那個 鄭委員再幫忙一下 好 那這一條就 但是這條還有一個 林毅華委員齁 提的這個修正動議 就是也是 在大家手上後面這個白色這個齁 就是 第七條的修正動議齁 是有關這個也是這個審議委員會的這些 一些 比較 增加第四項到第八項 他要求說審議委員會的 他把這個委員會的任期啊 學者專家的 人數不得少於委員會的三分之二 點點點都都列出來 大家看到嗎 這條大家有什麼看法 那個黃委員 我想這個問題跟剛剛討論都一樣 作用法裡面 你一直把組織法都加進來了 這個體力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 這個審議的 你現在定的這個裡面說 他的組織歸程成數 全部都要上級機關來核定齁 這個其實非常的 他這個的重點 體力上是沒問題 他重點是要把這個審議委員會 都順便規定在裡頭來 學者專家三分之二 你這個也是授權他規定執法嘛 所以他本來自己就會定啊 本來你這邊不審 他各級機關要開這個國土審查會 他一定會定要點 我想他這個重點是不是放在這個 學者專家要有一定的人數這一條 第四項這個 這個就是跟剛剛講的一樣 這就是把彈性把它變小 報告主席我回應一下好不好 報告主席這邊 報告主席我們現在國土計畫委員 民間學者代表已經超過二分之一 是超過政府部門的官員 實務上現在就已經超過二分之一 但是三分之二的確實不妥 因為那背後會比較凌亂 所以說希望能夠這個部分納入我們現在的做法 其實就可以了 主席那我請問一下市長 你剛才講說那個現在專家學者代表就有二分之一 那你是定在哪一個要點裡面還是怎麼樣 還是你內部自己完全沒有任何的依據 有那個我們有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裡頭就有明定 那個專家學者民間代表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我們現在在要點裡面就有明定 現在來的正式時候 正在討論這個修正動議 您這個建議是如何 剛剛那個內政部有說 市長有說這個定在這個一個要點裡頭 已經二分之一已經有規定的專家學者 有他剛剛說明的齁 說在哪一個哪邊的要點有那個 說明一下齁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條文裡面並沒有看到有任何的 就是因為一般來講我們在相關的法 像環評法各種法 他都會有著名審議會的組成的組成的部分 在下位的一個法令有寫了 可這個內政部有啊 那行政院有嗎 就你也講行政院有嗎 因為行政院有一級嘛 內政部有一級嘛 直轄市也有 或縣市也有 應該各 因為行政院 對因為行政院的部分沒有 那如果內政部有 那內政部有 但是因為這是法人啊 我說明一下好了 因為行政院的這個國乳計畫 他只審一個全國國乳計畫 而且他只審完一次 他是任務型的 他不是一個常設組織型的 所以他才會沒有去做這樣的一個設置要點 而且他的任務就是上一次他已經任務結束了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很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內政部跟地方政府都會去定 是因為我們都要面對五年一次五年一次 那甚至一些重要建設計畫他會比較審議 還有後續的使用許可審查 所以他必須要 其實是說行政院已經就不會再開了 他是任務型 他是除非有必要的時候 除非有必要他才會再去找 他不是一個常設 所以我們內政部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他是一個常設 而且他是相關的檢討還有使用地的 使用許可的審查 但任務型他不需要訂 對 所以我才會問發發說 應該還是要 他上一次的 所以他是一個任務型 他只有可能就很多年才會有一次的任務 十年一次 對 那十 十年一次那不需要有設置要點 這裡 因為有審議會應該就還是應該有設置要點 就我們如果看所有的審議會 你找到法員大概都會有 林毅華委員的意思就是說 在我們現在原來這個國家裡面 沒有這個明確的法律授權給下級機關 去訂這些組織的 所以他增加這些 這個法務部來幫忙說明一下 張參是 下級這些單位要設這些委員會 沒有沒有這個授權 沒有上級這個法令的授權 這個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一般我們在體力上 假設我們在條文有規定 比如說這個組織會 那這個審議會的相關的一些細節 比如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資 那這個就是從法員有明文 規定是說授權去訂定一個 所謂叫法規命令 那所以你這個當然訂出來 才是叫一個法規命令的一個位階 那假設是說在這個條文 像原本這個條文假設是沒有授權主管機關 訂定資 那他們自己訂了 是叫一個內部的一個叫行政規則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說 就看這個主管機關的這個 第一個這個立場 假設說 我這個審議文會 我假設說這個是可能 那個組成的一個比例範圍 或是說他的一個內容會比較多 比較或是涉及到 那邊一個情侶比較重要了 那他們原則上可能會授權定一個 一個法規命令給他們定一個辦法 我們上層法令 就是說你要從這個母法要有一個明文規定 如果覺得是比較重要 那現在的現行的公主就沒有授權 那這可能要看他們第一個 看他們 主管機關的立場 第二個 這可能還 因為他這個一般來講 跟一般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不太一樣 那這個可能要去了解他的一個性質 他是在行政院設一個所謂的審議委員會 這部分可能是在請人事總署在 我們相關一些 所以假設這是一個臨時會的時候 那行政院其實有很多的一個 臨時會的一個編制 這個其他的一個臨時會的編制 是不是也要一個授權來定一個 法規命令的一個層級 這可能再請教一下人事總署 那這是我們的立場就是說 有沒有授權主管機關去定一個 一個所謂的執法 有定令才可以定一個法規命令 如果沒有只是定一個內部的一個 行政規則 那這個原則上 假設是我們一般的委員會 可能認得重要 我們會一個授權命令 那只是說 這個可能要主管機關了解 他這個性質 還有請教一下人總 行政院很多的臨時的一個 委員會的一個編制 這個臨時委員會編制 是不是要有一個 正是一個授權的一個 法規命令的一個授權的意據 以上 謝謝 就是說現行的國土計畫法 並沒有一個授權下面定這些 審議委員這些規定 但是以實務上來講 我們來看實務好了 這個 營建署決的實務上來講 如果沒有這個授權 因為增加這幾 你有看到這個增加的修正動議嗎 手上有嗎 增加這個會造成你們 實行上的治安難刑嗎 或者幫助你們更有這個法律的一區 好 花次長要講好 請說 報告委員 我想條文本身已經有寫 就是行政院或者是中央主管機關 應臨聘等等等等 其實這句話背後已經是一個法律授權 要求主管機關就是要做這件事 那我們才依照這個 當作法源來定我們的這些組織的要點 那如果說要在這裡面把這些程序寫明 現在林委員修的這個45678這幾項 這個他就是學者專家三分之二 如果照你們這樣改成 你們現在的三分之一 這個也是照你們現在做有沒有困難 什麼三分之二啊 對 你們他現在要修成三分之二嘛 那你們現在是二分之一嘛 那我們還寫二分之一你們如何 其實 這個已經是組織法的內容了 因為寫這個東西已經進入到組織法的內容 但是這個法是作用法 好 那個官委員 你們是每一個個案還是說我一個年度 弄一個任務編主 就是年度年度啦 好 這樣喔 這個成立委員會來審議 他是決策機關 他應該是決策機關對不對 他不是諮詢 他是諮詢還是 他是諮詢性質 那他做出來 他審議的結果 如果機關還要再改嗎 可以改嗎 可以不踩 但是高度尊重 可以不踩 高度尊重是不是 確定喔 他如果不是決策機關 如果不是決策機關 而是諮詢的話 學者專家的比重是應該要更高啦 好 但是如果說 他對於決策 他是決策機關的話 主管機關要負責任的 那你學者專家多 反而變成你們推卸責任的機制啦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有差別的 好 那如果說 委員們能夠接受你們在 這個辦事的細則 法規命令裡面就去制定 那我們就讓你們實務上運作看看 因為畢竟 畢竟我們這個是 中央的國土計畫的這部分已經審過了嘛 未來新的規定 我們現在修的要再去試用 可能就一段時間了嘛 好 所以就用現有的制度讓你們運作看看 那你們跟委員溝通看看 能不能說服委員 好不好 那如果他是決策 他的審議如果是 Final Decision Making的話 是不能夠把責任推卸給學者專家的啦 你們就是單起責任啦 然後人民用選票制裁你們啦 那樣才對啦 好 那如果說他是諮詢 那學者專家的比重超過二分之一 這樣是比較好沒有錯啦 我們林委員還有什麼那個嗎 現在的 所以我們剛剛看就是說他 因為我們覺得本來是審 他比較審議會 所以我們才把專家學者 不過他這個是諮詢機構 所以 他現在到底 所以他是諮詢嗎 就是高度尊重的諮詢機構 因為是審議會 他是有審議權啦 所以我實在是不太了解 你們說他是諮詢機關 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就是他剛剛又說諮詢 諮詢怎麼會這樣講 就要三分之二啊 可惡 來主席 說明一下 因為大家要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同時在操作有兩個 一個是國主教審議會 內政部 另外一個 是性質類似的是區域教委員會 那我們針對區域教委員會的性質 其實有徵詢過法務部 跟相關的法制的專家 他其實就是一個 執行性質的這個審議會 對 那因為最後做行政處分 就是主管機關做行政處分 那但是要送到委員會 又是法律區域教法 跟固域教法 都是這樣寫 都要送這個委員會裡面去審議 做出決定 然後給主管機關來做行政處分 所以他其實是行政機關 他做的決定有沒有居數力啊 這也是我們剛剛管委員在問的 居數力下行政機關做的行政處分 才有居數 所以他做決定對你們來講 你們 但是主管機關 你們會照著走嗎 講白話就這樣子 對 我們曾經有案例 區域會審討 不是 因為你主管機關 可以變更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的部分 是沒有法條的喔 是沒有的喔 蛤 就是有一些結果 我們要請委員會裡面 可能會再做出決定以後 可以再去斟酌 或者是說 那沒有條文喔 你們可以依審議委員會的審議結果 你們可以爭准的那部分 反而沒有法律明定喔 但是是有 所以這樣看起來這條就要定喔 你們才不能改他的決定啊 如果沒有定你們就可以高度尊重 現在是如果說他真的是 那個行政主問他就要變成 行政主問就要有他 主席 沒有啦 審議會不做行政主問 審議會是決策機關以後 最後以組織的程序出去 但是他還是決策機關啊 就像我們 我們三讀通過以後 也是要立法院院長的官房出去啊 對對 那他立法院院長是 可以或者是法治局可以改變嗎 不行啊 所以我們是決策機關啊 你們到底在講什麼 的確就是因為管委員說是決策機關 所以我才覺得說他應該要有法員 要有法員的那個 要 我就舉例來說 也許不一定比例這麼高 可是我舉例來說像 住宅法有審議會 兒少法有審議會 文資法有審議會 還教法有審議會 那審議會的設置辦法呢 都是有法的授權 所以如果是審議會 我當然就覺得他應該要在法的 是說在比例上 大家可能還可以再討論一下 比例可以討論一下 但是我是覺得如果是審議會 他應該要有法的授權啊 不然的話 行政機關可能就會要做不做 高度尊重這樣 其他委員有什麼看法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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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主席 是不是 他應該說清楚 我覺得他們自己講 就講得 沒清楚 再講清楚一點 到底是有居數力還沒有居數力 沒有這樣 還說自己要處理 就沒辦法清楚 還是要怎麼做工作 張綺路 張委員 這一條在第七條前面 其實這個法子的原意 其實他是真的有決定的 因為其實這個在這邊也寫的 也講得很明白 是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 進合的協調決定 我覺得這些 就是說他這個審議的性質 他還是會做出決定 而且等於說你行政 決定有沒有居舒服力 還是被高度尊重 我覺得這邊寫決定 就已經基本上是有 可是他剛剛說的是高度尊重 他們有趕過他們的決議 就是行政機關擴大解釋 不能這樣子 不是 他們這樣做過 剛剛他是這樣講 有 所以這個 麻煩委員 讓我說明一下 好 說明一下 今天不可能行政機關 直接去改委員會的決議 不可能 不可能 只是說如果行政機關 對於委員會的決議 覺得有自愛難行 會有疑義 他可以送請委員會再審 這是OK的 就審到遵照你的意思為止 不是 到底不是這樣 就讓委員會再確認一次 這個東西我們行政機關 我們認為有疑義嘛 那大家再全人以便 基本上只是這樣 不可能行政機關去否決 委員會的決議 不可能 以上我先做這樣 對 但是你們 就他對你們沒有這樣的拘束力的話 你們一直在送回去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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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按照你們的意思為止 政委員會的決議 政委員 這個是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作用法 對於任務編組的組成的用詞 都叫審議會 以前早期叫審議委員會 那因為人事單位部門認為委員會 就像這個二級機關的用詞一樣 有了這個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基礎文法之後 各部會的所成立的任務編組 都叫審議會 就叫審議會 所以我們不可能去推翻 你這邊改了 那其他的全部都要改了 包括國家公園審議會 什麼什麼審議會很多了 太多了 都市計畫的審議會很多 所以我們還是就照過去的模式 就陳魯花次長所講的 一個首長要去推翻一個審議會 所通過的 他直接就改去發布 不敢 那個也會受到很大的打法 還是怎麼樣 頂多就是再送一次 在序民詳細的旅遊 為什麼會有什麼自愛難行的地方 所以希望能夠 也是要去勸導 不是勸導 要去說服 你要設法說服這些委員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認為這個就不要 條文就不要修了 我是認為這個行政院版 原來都就是原來的 原來的條文的那個模式 那大家意見差不多嗎 王委員 這樣因為你的意思 就是沒辦法修了 那這樣就是 第七條大概就是 照願版 你的意思是怎麼樣 照願版 我的意思是說 第七條有兩樣 不是 不是要用成什麼組織規程 組織規程 就是一個組織規程 在整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 那個架構裡面 組織規程就是機關了 你的意思是說在這個裡頭 我們就不訂這幾樣了 是不是這樣 不是也不是 審議會 然後你要不要訂這個專家協者多少 那個可以討論 那當然考次長已經講過 這個專家協者太多 是不是適當是可以討論的 那因為這涉及到各直轄市縣市 也都要有專家協者三分之二的話 那未必能夠那麼多 比如說金門縣 你三分之二的專家協者 你還那麼多專家協者 所以這個部分也必須去思考 所以我自己個人的建議就是 還是回到由各部會 比如說內政部 他自己會訂設置要點 設置要點裡面 他就會訂這些人數 和是比例之類的 好 那第七條大概 林委員 林委員 是不是林委員 那個主席 我想這個現在會訂這一條的立法意志 我們要講清楚 為什麼要訂這一條 因為剛才講那話 志長答覆的是內政部有要點 所以現在是講行政院 對於他的審議會 他的組織 他沒有訂定任何的一個辦法 或者規 那個任何的要點 然後任何的這個法規的行政規則 所以我們行政院到底怎麼運作 我們不了解嘛 所以才會說要訂這個條文 說希望行政院的審議會 他的組織我們要很明確的給他做一個規定 讓他也有一個法律的依據嘛 是這樣子 所以請超智長來 智長 智長再說明一下 好 跟委員報告 當然行政院目前當然開過一次啦 就是我們全國公主計畫兩年前核定的時候 那下一次開會應該是十年 就距離現在八年後 我們再做全國公主計畫 再修通盤檢討 他會要再審一遍 那當然上一次的做法 行政院是用院長核定的方式來處理那個專案 那如果說委員覺得這樣不妥 我會建議是用附帶決議的方式 我們來讓行政院在這個部分後續把它明確化 這部分我覺得實務上是可行的 謝謝 那個葉委員然後再放 好吧 我想表達一下 因為我是第一次參與這個條文的討論 我覺得林毅華委員這個提案蠻不合理的 第一個 並不是上一次行政院國土計畫委員會出了問題 因為有問題之後我們才來修法嘛 那現在我們是說上次訂的不錯 現在大家不要任意開後門 或者是針對這些做一個補充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原來的運作並沒有出問題的時候 現在沒有必要規範到委員會的組成 第二個 因為我過去常常參加各級 從行政院到台北市政府的委員會 我覺得吧 我也是學者專家 學者專家訂到三分之二 有點不可思議 我們知道一個 而且學者專家很多人都不了解民間疾苦 而且那個學者跟專家的定義 非常的模糊 任何一個政黨如果真的要操縱的話 一定都可以找到 聽他意見的學者專家 所以你訂到三分之二的話 其實也沒有實質的意義 沒有一個監控力 反而只是讓他們操作上很困難 最後我覺得 你連地方的這個委員會都要由中央核定 這非常的不尊重地方自治的精神 那如果你真的要掌控到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我們外部的很多的設計 就變得重重疊疊 那反而讓一個不好的執政黨 他去掌控地方的委員會的人士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在這個地方做這個設定 謝謝大家 好 謝謝葉委員 我不知道那個范教授是這麼的不食人間煙火 我也參加很多委員會 葉教授比較食人 是的 是的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的誇獎 不過也未必說這個法 說上次好像沒有出事就不能夠再進步 不能再精進 我個人認為其實可能就在我們的修正動議上面 未必是要對於他的比例做這麼嚴格的限制 但是怎麼樣是比較合適的 我倒是認為這個文資法 文化資產保護法裡面 保存法裡面的 是第七條的 我看一下 就審議機關裡面 他其實他那裡面他有一個就是 包括他組成 運作各方面 第六條可以再另行訂定 不過因為我們剛剛其實聽到了這個部會之間 好像官員之間其實他們在答覆上面 還是彼此有一些不盡相同的 有一些互相矛盾抵觸的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提請這條條文先做保留 然後我們繼續往下走 方便我們今天要把這個送下去 保留之前我問一句話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主張只修45條 其他我們如果可以不予處理 包括行政院版 如果可以不予處理 行政院版他都不撤回 當初就請他撤回 為什麼一定要撤回 我們就在這裡不予處理就好了 你去人世人叫他撤回 比較多條的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不予處理 你們覺得沒有自愛難行 我們就都不予處理 我們就處理45條 好不好 你們到底第七條有沒有非休不可 我看是沒有啦 也可以不予處理啦 不一定說用保留還要再回來啦 好我這邊 我們這邊也建議就是說 就因為現在關鍵大概就是45條那邊 那其他要是不是很相關的 是不是就是還是按照原來的這個法就行了 我們就是這邊也是 這樣跳很快 我簡單大家有看到這個表嘛 提到比較多 事實上今天也沒有幾條 那比較多的法條是時代力量提出來 第15條第22條第24條第40條 這些其他都沒有任何單位提出來 那實力現在看法 他有沒有意見我們尊重一下 有沒有意見 對實力不在 時代力量有沒有 黨團那個助理是不是可以 主席 時代力量沒得了 他提了很多條 15條2024都他們提了 還有42 別的任何一個黨團都沒有提出來 如果沒有我們 可是我們現在如果宣告不出於他的 我們尊重一下 時代力量的助理在嗎 在 就是維持現行法條 這樣就很快了 主席 一條一條來 來我們第七條就是 沒有沒有就是第七條兩個 一個政天安委員那個就是附帶決議 林毅華這個現在是怎樣 不處理了齁 好就這樣好 然後第15條15條就是時代力量跟 我們就現在你說憲政15條 15條現在只有兩個提案而已 一個是行政院提案一個是 時代力量提案這個行政院的不處理是嗎 到底15條 第七條講完了 第一條講過了齁就是 政天安委員的部分用附帶決議嘛 然後這個林毅華委員的部分這個就不處理了齁 這個沒問題了齁第七條就審過了齁 沒啦第七條來我重新講清楚大家聽一下 第七條齁第七條再講一次 第七條的部分 第七條的部分 第七條就維持現行法 但是第一條在剛剛有說到那個 政天才委員是附帶決議嘛 這個沒問題 那個附帶決議他們去寫一下 再來審附帶決議啦 好 那第15條就不審了是嗎 就是 就是維持現行法 但是因為時代力量沒有來嘛 第15條也是維持現行條文 15、22 時代力量有沒有意見 不在齁 24條也是一樣齁 就是維持現行 35條來我們政委員有在 35條我們已經審一半了各位 哈哈哈哈 政委員維持現行條文是嗎 好來行政院您先說一下 35條根據這個政委員的這個修 你們有什麼建議 什麼意見 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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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們差別在哪裡 政委員就是加了中央主管幾乎 內政部說明齁 因為剛剛政委員有特別在口頭說明的時候 345條其實是針對 國土富裕促進地區的劃設 對 這個國土富裕促進地區劃設 在國土計畫法的設計裡面 是要由現在有法定權責的 跟富裕災害的富裕或者是有保護資源 上面需要有法定權責的這個機關為主 所以他是以有目的事業法的主管機關 比如說水土保持法 他有一些這個土石流危險溪流 或者是崩塌 他有一些衣水保法 或者是相關法規 他要去做治理整治的需要的 他本來就一個法定的權責 那可能這些富裕促進地區在縣市的這個空間上面 有哪些各種類型的災害 或者是主管機關 他有需要特別做處理的 他只有加簡單的講 他只有加會同中央 是 我現在說明就是說 因為這個權責應該是在目的事業機關 如果政委現在提出說要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變成是中央主管機關 他沒有這個權責 可是他要來劃定 他會變成是跟其他目的事業法 有一些這個權責上面不吻合 所以如果是剛剛口頭說明是說 要我們來協調這個部分我們是可以接受 本來就是要需要一個協調的過程 所以我們建議這個 前面這個中央主管機關來會同 劃定這個 第三數條第一項不修正 第一項不修正 然後第三項呢 第二項 第二項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主管機關這個可以嗎 這句話 是 會商而已嘛 是因為一般我們就會主管機關就會 會商相關機關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不這樣寫 我們也會這樣辦 不寫也會做 寫了也沒差 現在通案就是不用再寫會商 有啦會商很多了 是是 會商的條文很多 是 是 會商的部分 現行法就是這樣的 不是因為國都法的相關有需要會商的 我們現在通案都沒有寫會商 就當然要會商 所以如果只有在這邊寫會商 好像又特別跟其他有不同 所以我們是支持政委員說 應該要會商機關 那我們實際上會做 沒有 你現行條文就會商了 我來說明 現行條文 是由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目的十月主管機關 所以把它明確化 是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 沒有沒有沒有那地方的怎麼會由中央 所以原條文才對啦 原條文才對啦 這個 你不能所有的全部都是中央主管機關 地方政府去會商 中央也是很奇怪啦 我是講說這個 這個 辦法 這個辦法 法規命令 這個 那你這個法規命令 到底是 中央的法規命令 還是地方的法規命令 這會變成很 對不對 既然是中央的 我們才會選中央 是啊 對啊 漏血 漏血 所以你們補中央兩個字 所以那個 先行條文是有嗎 先行條文沒有 先行條文沒有 他現在修正有補 不是你補了之後 你補了之後 你補了之後 就刪除了那個會商 是不好的 不好 政委員 其實真的這個實務上 本來就是要做的事情 不可能我們不會商啊 因為定的 定的機關是中央 那個議員的經驗 我可能在這裡 我還比較支持行政院辦 因為你把他 就是原來的 原來這一個文字 事實上 我認為是合適的 應該是不要再做 那個 罪智的一個罪佳了 謝謝賴委員 他們制定辦法 本來在內部就會跨部會去 不寫他也是有啦 他一定會會寫啦 不必寫 寫的就變成是罪智 有損傷 對啦 而且他有時候會商會會商到地方 我沒有指定 我並沒有指定 指定是誰 有啊 你有指定要會商的是中央 中央目的 他也有可能要會商地方 也可以啊 但是你的條文是只有寫中央 所以他們來定就對了 就成如他們所講的 他們開會開協商討論的時候 都會 都會邀請地方政府 都會 所以你的司法就是不必 不是不是 好 那我們請法務部 有多少法規 有多少法律 法務部的看法 有多少法律 不是 我要問你要聽清楚 有多少法律 如果是這樣 那就全部以後都全部在修 我 法務部這個參事 那個主席跟憲進 那一般來講我們 憲進的立法是比較常看到是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啦 只是說有些可能他的一些業務 比較性質比較特殊的時候 可能還要在其他主要的一個 母理士官也一起參與 是有定會上這種體力啦 不過我 坦白講是比較不常見啦 就對於說這個業務是比較重要 好 我來說 好 從立法體力 法務部你要加油 從立法體力 我們等一下法治 我們立法院的那個法治單位有沒有 等一下 我有先說 法治區又來了 立法院的法治單位 因為35條的第一項 大家注意看 35條的第一項 原條文 包括現在行政院版的第一項 下列第七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劃定 對不對 第一項就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所以你後面要定這個執法 要定這個辦法 你現在要中央主管機關要搶來定 可以 那你要會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這是一個從立法的一個體力來看 這是當然的 這是當然的 雖然你不定 你也會找他來開會 我知道 但是因為 不能因為 說我現在說要會商 因為你原來的法條是會商 原來的是會商 現行條文是會商 現行條文是會商 你現在不要會商 那表示以後你可以不用 在立法的 你刪除 刪除了 就是可以不要 這是立法的技術是這樣 好 刪除的時候 現行條文是要會商 你現在刪除了 是可以不要 會變成是解釋上是這樣 解釋是這樣 好我講一下 不好意思 黃世傑黃委員 謝謝 這個 我相信剛剛法務部的意思很清楚 就是說 沒有錯 我們通常多條文規定就是 選擇單位是誰 就是那個中央的主管機關 第一條裡面寫的那個他來定 他有必要的時候 或許明定要會商誰 是很清楚 因為這個事情 他會跟另外一個機關有關 所以我們會去指定說 在法律定的時候 去指定說 他一定要跟哪一個機關來會商 一起來決定 那如果說照現在 原來這種寫法就沒有意義 因為你並沒有指定任何機關 所以這個是當你要定 那一個執法的時候 他裡面的內容 牽涉到其他的機關的權限的時候 他自然在一般的行政的作業裡面 他就會去會商 所以這個有寫跟沒有寫是一樣 那我再講 剛才政天財委員講說 這個 因為原條文是寫 有 全條文有 有會商 原條文寫 會商 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資 那 這個我相信是之前立法的疏漏 他們剛剛也講 少了中央兩個字 因為他不可能 因為如果你參照第一項的話 那現在中央就忘記加那些原事業機關 對 那現在就說好 那大家沒有 補回去嗎 大家沒有爭議的是 主管機關的前面再加中央兩個字 對 院辦也這樣 然後 會商也把他加起來 那後面會商的部分 要不要把它刪掉 要不要把它刪掉 要或不要把它刪掉 現在政委員版本跟 行政委員版本差別在這邊 對對對 原來原來有 要不要刪掉 要不要刪掉 我覺得這也是文字的問題而已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的過程 也都會記錄下來了 我們的討論的過程裡面 立法原議 並沒有說刪掉之後 他就不用會商 我們是認為說這個是罪字 那罪字把它刪掉 不表示他又不用做這件事 在行政的實務上面 他也不可能不去匯通 所以說 我是認為說都可以 如果你認為要保留 就保留 但是不保留 刪掉跟保留 其實 作業上完全沒有差別 不用為了這個炒這麼久 好 謝謝 那林委員 謝謝主席 我想這個 黃委員有拉高見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我們立法還是要明確 因為你只寫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他不用會商 他講說當然會會同 這是你講的 我覺得我們的法律要定得很清楚 沒有說當然之理 所以法律上定名說這個 要會同中央目的四月主管機關 我想這個才是更明確的 去讓我們中央機關 如果要制定辦法的時候 一定要會同我們的中央目的 十月主管機關 我覺得這樣可能比較符合 我們在立法的一個原則 謝謝 盧委員 盧美您問 如果是說 林委員這麼說的話 那這樣子改的就不止這樣子而已了 如果是說要保留第二條的話 你上面第一條你就要改成 不是說政委員的那個部分 你就下列地去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你就不能用德了吧 是不是 如果說你說一定要的話 因為我們 林斯密國員講說 這次就一定要有 要一定要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話 你說一定要嘛 那你上面第一條你就要改成下列地區 應由應該嘛 應才是一定 非得強制嘛 對不對 那德的話它是 應 對 你這文字 更進一步 改得更強制 你這樣完全沒有彈性了耶 你這樣整個就沒有彈性了 你的認識非常小了 以上 謝謝 我再解釋一下 那個 那個美林委員可能誤解我的意思 我不是說一定應 我們說 因為剛才大家的解釋是說 這個是未來 如果中央機關要去定這個辦法的時候 一定會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說 當然一定會的 剛才各位的解釋都這樣 那我的意思說 這個我們把它定的更明確 定的更明確 就是說你雖然一定會這樣做 但是法條上面把它定的更明確 可能會更好 不要說什麼叫做一定會 這是我的意思 那上面第一段那個是講 德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但是我們未來要廢的話 就沒有叫做德的 謝謝 這條這麼小 也是你們原來的條文 就不要再 大家 署長 這條原來的字 來如果要修 如果要修就很可笑 就是說 前面都 都現行條文 現行條文 那這一條跟前面那些條要修的比起來 前面那些條更重要的很多 那變成說 這一條 我們一條一條看 不要想一條 好沒關係 那 如果要修 如果要修 鄭委員的文字也不對 我說明一下好了 因為 因為我說明一下 為什麼要強調就是我們這個版本 是這個意思說 因為其他你會看 我們其他前面還有很多的認定標準 或者是這樣 其實哪一個不是要會商 我們實務上每一個都在會商 結果你騙人說 只有這一個特別要寫上去 一定要寫成會商 其實這就為什麼 實際上行政單位 行政機關在做的 事實上 已經行政都實際在做 那現在會變成說 只是特別這一個去寫 我才會覺得說 還是照我們行政院的這個版本 大家都統一 就是那個本來就是行政機關會做的事情了 那要寫會變成太多太多都要寫 不是只有這一個應該寫 市長呢 報告委員可不可以 我們就這條不要處理好不好 我們就不修 鄭委員 這個 我覺得 我剛剛請助理查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實業主管機關 既然已經發現是漏血了 我們還不修 這是 好 然後這種條文的用詞的 超過100個法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我們查了 我請助理查了 那很容易查的 關鍵字 關鍵字 這幾個字 關鍵字打下去就出出來了 這很容易查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也說明一下 寫會筒的話就是要會選發布了 跟大家了解一下 寫會筒的話就是要會選發布 那會商的話只是大家一起來開會 到時候發布這個法規命令的時候 是由內政部單獨發布 不必去會選發布 會商跟會筒 有這麼大的一個差別 以上的來補充 主席換我了 來 我還是建議我們維持現行法 為什麼呢 這個很小 想法都一樣的 不對 不對 不是很小 來 不是很小 第一個 這一項如果要修 後面的中央也要改成相關 而不是中央 他要會商怎麼可能不去會商地方政府等等呢 對啊 所以他會商只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所以政委員這一項如果要修 地方嚇壞了 剛剛賴委員講的 我們不必被會商了耶 所以也不對啦 只是這樣子吧 好然後呢 然後來來來 那個趙偉 下面我要說的很重要喔 這一條如果要修 嗯 政委員會主張最後一項可以不修嗎 不可能嗎 但是政委員的最後一項如果要修 如果最後一項也要修 我們一定討論不完 我們不要單一項不完 我們立法委員就是要開會討論 我們今天一定會給他討論完 那你就討論下去 你就討論下去 我們剩下兩三條而已 這一條一定會變成保留 不會啦大家不要 那個想法都一樣的話 因為他要最後一項很難有共識啦 對我還沒討論到那一項 所以如果最後一項政委員也堅持不要刪的話 那因為前面這一項政委員很堅持 那以他的立場怎麼可能最後一項不堅持 你看看最後一項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所以這一條如果要修 剛剛第七條不堅持 就一定會保留 那個政委員那個原住民這一項呢 就是第35條原住民這一項呢 跟第七條的那個 你這個這點堅持嗎 這個原住民國土富裕促進地區劃定 內政部應該看原委會 原委會咧 對於你們原住民的這個地區的這個 重量不知道每個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樣 來 這個地區的劃定及涉及原住民土地 這個你們支持這個修正嗎 原住民委員會 是這樣這個政委員的這個條文呢 我是很尊重他 敬佩他對於這個原住民地區的這個 這個權益的這個重視了 好 那這個這個 但是問題是要有等於是 這個條文的意思是要用原民會來 原民會來同意了 對 但是可能真正 尊重你們呢 對 可能我們要我們要理解一下 那個也是要請教政委員 像這個國土富裕 他跟我們原基法的21條 就是說要自商 取得部落或民主同意的這個 就是自商同意的這個條文裡面的四大項 其中有一個生態保育 生態保育 是在性質上 這個國土富裕是有那麼一些 但是文字不一樣 如果你解釋成他是生態保育 他可能就得要依這個原基法21條的這個 這個 來 來 建行我們所謂的這個部落同意的這樣的一個事項 我不知道這個各位委員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解釋 不是 反而不是是 他應該是要會商 會通 這個原住民我們本會了 那事實上我們內政部 對長期以來我們在 在審議或者是制定我們有關原住民的一些計畫的話 他都會我們有一個平台的機制 他長期以來我們都有被尊重到了 都有這樣的一個會商 但是就這一條的話 我覺得權力的主體可能要斟酌一下 所以你覺得 可能不是本會 主體不要當你們對不對 可能是 可能是 就是原住民土地的那個族人 或者族群 應該是那個 主席 我覺得這條 讓他們去溝通保留 這條 這條保留 你擠下去 因為你這樣解釋 剩下三條而已啦 因為我覺得今天喔 原委會實在很為難啦 為什麼 民事都叫他們起來反對 起來反對 其實 我沒有叫他起來反對 我叫他起來表達意見 他們對族群 我是請他表達意見 不是請他反對 也很尷尬啦 所以這個要去講到 這個要去講到很透徹 在這裡就是不斷的要讓 政委員跟原委會在那邊一來一往 不是我請他說 他剛剛已經說了吧 也太費時也太殘忍 所以我們先保留好不好 先保留好不好 好 政委員呢 有意見嗎 這個 當然大家都很難支持啊 但是因為 這個國土促進 國土富裕促進地區 基本上 大部分 會是在原住民族的地區 而且會涉及到我們的部落 所以相關的這些 才會提出來 當然 這個今天的氣氛 不是很好 然後 大家可能也不會支持 是不是 你們討論 這一項 這一項 這個看 就 列為 列為什麼看 是一般的 我都沒有講 我也沒有講附帶結議 我也在爭奏這個用詞 我也在爭奏 我也不知道 我也知道你們很難支持 我也在爭奏 原住民的法案 為什麼你們都不支持 我也在爭奏這個用詞 為什麼你們都不支持原住民 好奇怪喔 我一直在爭奏這個用詞 民進黨沒有原住民的委員 要不要來說 不是 那個主席 國土富裕地區 要不要休息一下 國土富裕地區 國土富裕地區 要劃定 主席的意思 是要來設一個很強大的 我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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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直很爭奏這個用詞 所以 對 那以後都會 那就 那就客家委員會也刪除好了 所以這個不能這樣說 所以這個不要這樣說 我們盡量不要 不要用這種 那個 這樣的用詞 所以我一直很爭奏這個用詞 我真的一直很爭奏 但是現行條文 主管機關少了中央兩個字 我們應該 我們有責任 有義務 不能因為我後面那條 然後就不討論 我知道不會通過 你們 我願意把它 最後一項我增加 那一項我可以不通過 可以不通過 但是我們已經 既然發現 這個主管機關應該要加個中央兩個字 就應該把它加上去 以上 政委員 我們要不要大家休息五分鐘 休息五分鐘 稍微討論一下 等一下繼續 一條都是重點 美國委員的法案都是重點 重點 這像十代亮那幾條嗎 都沒有 十代亮那幾條嗎 就算是說 那你寶貝 我可以到這幾條 我可以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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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 三年还是一年期间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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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们还是要合作 但是就是一年期间的一年 因为我们的地方很想象 所以我们去了 我们在那个地方 那我又没有钱 那他又没有钱 那他又欠一遣 那他又欠二遣 那他又欠多少 那我先睡 那我先睡 那你先睡 那我再吃完 那我先睡 有那么多了 我再看看好了 因为快要结束了 那我又不得要等 我等了一遍 那我先睡了 那你会睡的 我先睡到 那我等下再睡五分钟 这个有个部分闲点 那我先睡到 嗯 就現在就跟他去私下協調咩 對啊 私下協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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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大概說服他一下 然後再來後面的兩條大概就結束了啦 有啦 其實他也會照著走 對啊 因為把家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聽一下 讓學一下 小家跑不放我這樣子啦 不要隨便發言 對啊 那個可以慢慢學 沒關係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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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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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的... 好 好 好 一陣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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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 也拜托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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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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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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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